人淡如菊 亲雅如何 虽然慎处名立场 但却从未被环境所污染 她那清澈的衍生和纯洁的笑容 数十年如一日 她就是刘诗诗 自出道起 便有着小刘亦菲的称号 除了项目上有几分相似观 这爱与她十几年的芭蕾经历不可分割的 自小 刘诗诗就跟随母亲学习芭蕾 出身曲艺世家的她 有着独特的天赋 仅六岁就被选入中央芭蕾舞团业余舞蹈学校 进行专业的芭蕾学习 经过自身的努力 最终成年的刘诗诗 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芭蕾舞系 虽然后其因为自身的原因 刘诗诗放弃了从事芭蕾舞 转而接触娱乐圈 但不可否认 这份学习经历让她的气质和体态 在北电这个美女如云的环境里 都格外的出众 也正是这个原因 在大三那年 刘诗诗正式被电视剧 月影风和的导演看中 由此进入了娱乐圈 当时小刘亦菲的名号 和清新脱俗的外星气质 让刘诗诗吃了不少红利 很快就被著名制片人蔡一龙刊中 成为唐人影视公司去致 仙剑旗下转三中 龙葵的扮演者 这经典角色 不仅让刘诗诗在观众面前 刷足了存在感 更让她一举成为唐人的当家花旦 也获得了 饰演更多优质角色的机会 刘诗诗也因此结识了好闺蜜杨蜜 当时的两人可以说是好的 如交四期 粉丝们也非常喜欢诗密组合 但由于杨幂与蔡一龙之间的矛盾 以及最后的出走 两人不得不暂时远离关系 缘分很深的两人 甚至在同一时间 出演了类型极其相似的 两部传业剧 竞斗一次大火 这部传业剧就是步步惊心 马尔泰若曦也是刘诗诗的人生角色 其轻秀温暖的气质 与古代女子若曦很是契合 加上出色的剧情和设置 让这部剧迅速火遍打将南北 就连国外都广为流传 甚至出了翻拍的版本 但效果只能算差强人意 对大家来说 若曦仿佛与刘诗诗融为了一体 即便是这个角色后 刘诗诗再也没能演出 超越若曦的角色 但依然位列于四小花旦的行李 而这部剧除了让她说过 事业巅峰外 还带来了使她步入婚姻殿堂的爱情 和四叶乌气龙音气生情 等一位年龄相差很大的两人 只是陆水清源不拆自散 没想到他们却一路走到了婚姻 有很多人会疑问 为什么当红花蛋 要选择一个比自己 大十多岁的过气男性 甚至对方之前还有离婚经历 但实际上 吴启隆的身家 并由大家想得那么普通 早年出道的他积蓄不少 手底下有多家公司 对刘诗诗更是极其上心 在拍摄步步进行时 不仅多次被刘诗诗指导戏份 向他传授演戏的知识 对其生活更是多加关心 当刘诗诗拍落实戏时 吴启隆会贴心的熬制姜汤 防止刘诗诗受到风寒 可以说在四个月的拍摄里 刘诗诗享受了 无微不智的照顾 两人在电影期间 吴启隆还将自己的公司 交给刘诗诗打理 即便最后收益不佳 亏损严重 但他却从未怪罪刘诗诗 吴启隆不是最帅气的 也不是最有钱的 但却是最细心 最温柔 最耐心的那个 他的年龄和阅历 让他不像年轻男性那般有致 清楚明白的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更远于为了和谐的家庭去努力 这与刘诗诗的属性非常契合 刘诗诗本来也是这样的性格 他并不过多的追求名利 也不需要大量金钱的堆积 而是想要一种安稳温和的生活 婚后的刘诗诗很清楚自己的规划 他和老公非常协调的兼顾着事业与家庭 并开始了自己的转型之路 之前的刘诗诗诗演的大多是少女角色 而在婚后更多倾向于大女主 职场淑女角色 真正做到什么年龄演什么戏 婚后出演的刘金岁月 亲爱的自己等 虽然没有达到像步步惊心 仙剑森那样的巅峰 但每个角色都很适合刘诗诗当下的状态 除此之外 他自己也做起了出品人 开始由台前转向幕后 但用了最灵笼等电视剧的资方 现在的他拍戏节奏很慢 有很多手 我们都不怎么能在荧幕上看到刘诗诗 但转眼一想 这样的状态又何尝不是很多人的理想 遇到自己想拍的角色就去尝试 没有喜欢或合适的角色时 就在家里专心家庭 不过多的追求名利 安心享受生活的乐趣 比起其他女性因过度操劳带来的疲态 婚后的刘诗诗看起来精神状态极佳 肤白貌美 婉约端庄 每一侧出席红毯 都能成为大众的焦点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一样的快乐呢